同学们好,我们现在学习第六章 会计凭证与会计账簿 后面三章的内容是属于熟悉的内容 那只要把前面几章 特别是第二到第五章 你已经清楚了 基本上不会影响我们后续课的学习 那我们看第六章 会计凭证与会计账簿 在这一章要介绍的内容 有这么六个 第一个会计凭证的含义与作用 第二原始凭证 第三记账凭证 第四是会计账簿 第五是对账和结账 第六是财产清偿 我们先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会计凭证的含义与作用 我们先看凭证的含义 说是指记录经济业务 明确经济责任 并作为记账依据的书面证明 这是会计凭证 我们会计凭证 分为两类 有原始凭证 还有记账凭证 那你像原始凭证 肯定要说什么样的经济业务 比如说你卖东西要开发票 那这项经济业务销售了什么自己的产品 那我们有的凭证 比如说入库单 你买进来的一些材料要入库 要有一定的手续 要明确一些经济责任 你要想记账 肯定有相关的依据 那比如说我们有原始凭证 有的账上还会涉及到有记账凭证 那大致知道这概念 叫会计凭证 第二呢 会计凭证的作用 它是反映经济业务的原始资料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以后都是信息化 在进行处理的过程之中 你主要是考虑一些原始资料的问题 对原始的一些资料进行加工 最终生成我们所需要的信息 那当然你说这会计凭证 肯定是会计控制与监督的重要依据 我们看这个源头这一块是什么 这是最主要的 还有它明确经济责任的书面证明 我们看第二个原始凭证 那就说交易 或是像发生时 或者是完成时取得或填制的 那有的就是在发生时 那有的可能是一些事项完成了 比如说我们产成品入库了 你要填入库单 那整个的一些生产制造产品的过程完成了 那有的可能是发生时 我们销售自己的产品开出增值费发票 构金的材料 也取得增值费发票 原始凭证用来证明交易 或是之下的发生明确经济责任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它作为记账依据的最初书面的证明文件 你要想记账 经济业务是什么 那在原始凭证上来反映 会计核算的重要依据 大致是知道这么个事 你看常见的这些原始凭证 准备发票 收款单 这很多 我就不在意的进行说明 那第一个说原始凭证的种类 我们原始凭证是分自制原始凭证 还有外来原始凭证 有的是 你这个会计主体自己制的 比如说 买来的材料入库 我没有有入库单 形成的产成品 发出去了卖了 我们要有出库单 在这个传递呢 当然都不是说 我们入库单出库单 好像就是这么一联 有几联的 要明确经济责任的 那是你自己进行填制的 自制的 有的是外来的原始凭证 你不能自制 买来的货物 付钱了 收到发票了 这个增值发票不是你自己制的 职工出差了 报差礼费的飞机票 火车票 一些住宿的发票 这不是你自己制 自制的 外来的 那知道这个事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构建的货物 入库了 要有入库单 那这些你自制的 入库单 那有的可能是外来的 外部取得的 不是自制的 原始凭证的基本内容 第二个 有名称 到底是什么呢 比如说 发票 什么发票 填制式系 什么时候填的 原始评论有变号 那你增值发票 肯定有个变号 接受单位 凭证单位的名称 那有什么经济业务内容 摘要数量金额 肯定都有 还有填制单位 及经办人员的签章 签名 那没有问题 原始凭证的 填制要求 记录要真实 内容要完整 手续也得完整 书写规范 那一般的来讲呢 那以后都是说 机制 那书写规范 这个问题不大 填制要及时 原始凭证的审核 审核的要点 你看反映的经济业务 是否合理合法 有无违反制度的规定 有无贪污盗窃 虚报冒领 伪造的 这些要砍 维护乱纪的要审核 然后你要审核呢 原始凭证内容 填制手续 是否符合规定要求 大致了解一下就够了 你就知道 要有审核的过程 那接下来呢 就是记账凭证 原始凭证 是经济业务发生 时取得或填制的 或者说完成时填制的 那一个企业的一些业务 可能是比较多 我们有的要对它进行归类 所以要把有的一些反应到 按照会计科目 借贷这种方式进行处理 那是相当于一些小的归类 记账凭证 它是由会计人员 根据原始凭证 按照经济业务的内容 运用复制记账的原理填制 并作为记账依据的会计证 比如说 我们现在职工出差 报差旅费 有飞机票 有住宿的单居 那这都是原始凭证 我们说 好了 差旅费都合在一起 一共看是多少 比如说付的些钱 我们借记管理费用 都记管理费用 里面的差旅费 带银行分款 那这个就是记账凭证 对于记账凭证的种类 有收款评证 与收款业务相关的 记录货币资金收入的 那借房比如银行分款 定死了 那你要是现金 也可能说借库存现金 我就银行分款为例 然后贷方看是怎么形成的 收款 反正记录收款的 收到投资者投入的 好了 贷方实收资本 大家知道这个事 我们也可能会有付款评证 那付款评证 比如贷方就是银行分款 减少的 那你借房到底是什么 比如说原来欠人钱应付账款 那你就是借房总账应付账款 记录一下金额 这是反映付款 之后是转账凭证 与货币资金没有关系的 这里面有借贷 你只能都在整个的里面来进行反映 比如说我们借记生产成本 贷源材料 这叫转账凭证 与货币资金收付没有关系 再看下面第二 记账凭证的基本内容 记账凭证的名称编号 比如说我们转字多少多少号 转账凭证 会有记账凭证的前置之期 什么时间填的 然后有经济业务的摘要 比如说归还前借款项 所记账户的名称 方向和金额 那你账户的 要借应付账款 什么贷银行存款 或者说你要有借记生产成本 贷方原材料 那记账凭证的后面可能有附件 比如说像报销的 你涉及到一些发票 出租车票 等等 当然有有关人员的签名盖账 接下来说 记账凭证的填质和审核 那一个是记账凭证的填质方法 收款凭证 与货币资金收款相关 那现金银行存款收入的 付款凭证 现金银行存款的减少 转账凭证 与货币资金没有关系 那接下来说 如果说同时涉及到货币资金 比如现金银行存款之间 有增有减的 你要说从银行提取现金 库存现金增加 银行存款减少 要从收款凭证的角度来说 编现金的收款 你要从付款的角度来说 编银行存款的付款 本来是一项经济业务 你不能两个都编 收款凭证也编了 付款凭证也编了 出问题了 因此对于这种业务 我们一般只编付款凭证 只是个游戏规则 你别重了 不编收款凭证 你要讲道理说 我只编收款凭证 不编付款凭证行不行 没问题 那我们一般的规则是这样 同时涉及现金银行存款 转的 我们只编付款凭证 下面记账凭证的审核 那记账凭证 就是我们记录的经济业务 是否与原始凭证相符 因为我们记账凭证 是根据原始凭证来的 那要看一看 然后审核是会计分落 是否正确 别写反了 那你看看金银对不对 都要审核 填质是否完整 手艺是否齐备 那摘要是否清楚 与实际业务是否相符 这都是要进行审核 这样来说 随着这种 信息化的不断发展 很多的记账凭证 可以转成机制 就是说 计算机可以直接处理 那以后审核的 这些方面的量 会相应的减少 我们看第四个问题 会计账簿 我们前面说 企业发生的一些经济业务 取得的是原始凭证 我们对发生的经济业务 有的要进行归类整理 转换成借贷的会计分录 这叫记账凭证 那记账凭证也是记录的 某项经济业务的发生的情况 那我们可能还会看到 说比如 在一段期间 一共发生多少财旅费了 我要看一看 应收账款有多少增加 多少减少余额是多少 我要看一看 银行存款期出余额多少 本期增加了多少 减少多少 每一笔业务是什么样子 那这些呢 在记账凭证 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因为它只是反映 某一项经济业务 因此就会谈到一个 会计账簿的概念 会计账簿是什么 说是由具有一定格式 相互联系的若干账业所组成 有一定的格式 有若干账业 说以会计评证为依据 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 原始凭证 计账评证 以那个为依据 而全面 系统 叙实 分类的反映 全部经济业务的 不计 那有的账簿呢 是叙实来记录 比如说日记账 按照时间顺序 逐笔进行记录 那我们有的要进行分类 比如说 应收账款 你到底收谁的呀 你要进行分类 那当然你要都全面反映 要有一定的系统性 没有任何问题 第一个会计账簿的设置 与登记 首先第一个日记账 的设置与登记 日记账是一个叙实账簿 按照经济业务的发生 的顺序 去实记录的 日记账呢 有现金日记账 有银行分类日记账 我们先看第一个 现金日记账 现金日记账是 逐日逐笔记录 现金收入支出 和结余情况的日记账 我们有期出处 我们要反映现金 说这一天 增加了几笔 减少几笔 余额多少 现金日记账 由出大员根据现金 收款评证 付款评证 那你要用时间的一些顺序 来进行记录 那还可能会涉及 银行送款付款评证 比如从银行提取现金 我们只别付款评证了 每日中了 要结出收入 支出合计余额 然后最终算完之后 要跟库存现金 实有数进行核对 看账和实是否相符 比如库存现金 说3月1号的余额有多少 180 然后本期发生了多少 有增有减 大致这样的进行反应 我们再看银行存款日记上的设置 与登记 银行存款是在银行里的存款 我们也是 逐日逐笔记录 银行存款收入支出 结余情况 叙实的 发生业务就要记录 你不能说 我把几项业务合在一块 记一笔 这样将来跟银行对价 会出现问题 银行存款日记账 由冲打员根据银行存款 收款评证 银行存款付款评证 银行存款收付的 还有现金付款评证 因为我们如果是现金付款 把现金存到银行 只编现金付款评证 逐日逐笔 叙实登记 这个当然每天 要算出它的余格 定期的与银行对账单核对 银行对账单就说 比如说月份中了 可能银行给你个对账单 会有期出数 会有发生数 减少数 会有余格 我们要核对 如果不一致的话 要编什么银行存款余格调节表 这也不是我们 重点介绍的内容 你就知道有这么个事情 实际上有余格 有增加有减少 还会有余格 这是日记账 叙实进行记录的 我们看第二个 分类账的设置与登记 分类账有总分类账 有明细分类账 先看第一个 总分类账的设置和登记 总分类账就是一级科目吗 格式一般是三类式的 借待于 一般是这样 所以看总分类账 比如石头资本 什么时间的 平常号是什么 那有摘要 借贷 最终余格 三类式的 那第二个 明细分类账的设置 于登记 明细分类账 顾名思义为 明细的 我们可能有三类式 那如果说要进行食物量核算 有数量金额是 你像什么管理费用销售费用 我们可以多栏式 先说三栏式的明细账 借待于 那这跟前面谈到的类似 这种情况只是进行金额核算 肯定不会反映数量 这是 比如说应收账款 明细的哪来个公司 你要具体明细到哪家 也是借待于 这个概念 那第二个呢 是数量金额是明细账 那比如说 我们材料购进来的 要反映它的数量 多少多少借 或者多少多少吨 那对于产成品 也要反映多少多少台 多少多少借 就会设计有收入发出 结存 那每一块都会有数量 有单价有金额 所以他要求既要进行金额核算 还要进行数量核算 这样的账 比如看原材料的明细账 那这里面 原材料 实物资产 要有收入 数量单价金额 要有发出 数量单价金额 结存的 也要反映数量单价金额 也不能只反映金额 我们肯定要进行数量核算 这叫数量金额是 明细账 再有一个叫 多栏式明细账 设置多个栏目 比如说管理费用明细账 那管理费用的内容很多 办公费啊 拆旅费啊 水电费啊 业务招待费啊 等等管理人员的公司 我们就是管理费用 设若干个栏目 那最终 算它的一些合计 就这么一个过程 那接下来下面第五个大的问题 对账和结账 对账是这样 我们会涉及到有账证核对 就是你账簿和会计凭证进行核对 账上所记录的是根据会计评证来的 那你要进行核对 看对上对不上 我们会设计有账账核对 那比如说 对于银行存款 我们有总账 有叙实账簿 那你总账期末余额 跟叙实账簿的日记账的期末余额对得上 并且要求这不可能是一个人记录的 要有个内部签制 那我们会有总账 跟所属的明细账的余额合计来核对 你总账余额 跟所属明细账的余额 应该要一致 我们要有账时核对 你账上记录的实际有没有 实际要是没有了 盘亏了 实际有的 账上没有 盘赢了 账时核对 这叫对账 我们看具体的 就是包括账证核对 怎么核 会计账簿记录 跟原始凭证 记账凭证的时间 凭证字号内容 基因额是否一致 记账方向是否相簿 核在这个东西 因为账簿是根据会计凭证来填的 登记的 那你会计凭证 是什么样的时间 在账上要反映相同的时间 你不能说我们账上 我哪天登账 我写哪天日记 不是这个 是跟凭证的时间是一样 这叫账证核对 账账核对 账簿与账簿的核对 不同账簿之间的呗 总分类账簿 各有关账户的余额核对 这是一种方式 那其实我们要核对的话 你比如总分类账户 借方账户的余额合计 跟贷方账户总账余额合计 肯定有对得上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 余额 总分类账簿呢 与所属明细分类账簿核对 我们应该知道 总账的余额 跟他所属的明细账的余额数 应该相当 是这样的核对 总分类账簿与叙实账簿核对 那是现金银行存款 有叙实账簿 总账余额 要跟叙实账簿的余额 也要对得上 明细分类账簿之间的核对 我们明细账 那可能不止一级 又二级三级 也自然能够想到 二级明细账某一个 跟他所属的三级 核计数也要一致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 账实核对 账簿记录 跟你财产债券债务 实有数之间那些核对的问题 包括什么 现金日记账的账面余额 与库存现金的数额是否相符 库存现金10有多少 那10啊 现金日记账账面余额 账跟10核对 这么个过程 那如果不一致 也要查找原因 银行存款日记账账面余额 与银行对账单的余额是否相符 你自己记得 跟银行给你记得是否一致 也要核对 然后说 各项财产物资 零息账的账面余额 与财产物资的实有数额是否相符 那也要进行核对 账实位 你这个债权债务的账面余额 跟对方的记录是否一致 也是一个账实核对的问题 你这边应收 人家认不认 多少也要核对 那下面是 有结账 和结账的分路 结账把账结了 说在一定的会计期末 把该期间所发生的会计交易 或事项全部登记入账的基础之上 结清账户记录 那结账是包括两个环节 一个是 损益类型的账户 我们前面也谈到过 你期末 至少在年度中了 都得转本年利润 那这也是一个结账 然后再有一个 不是损益类型账户也要结 到期末的时候 要算算 本期借方发生个合计 代方发生个合计 然后再算期末余额 因为有期出处 加上本期增加 减去本期减少 等于期末 你也叫结账 我们看第一个 本年利润 那前面谈到过 就是所有损益类型的账户期末 转到本年利润 那些损益类型都结了 结账 最后呢 还要把它转到利润 分配为分配利润 那本年利润也是结账 收入类型账户 也要转到本年利润 那些收入类型的结账 那看一下利益 说A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 10万 其他业务收入 5000 没别的了 结吧 这本期的主营业务收入 10万 借主营业务收入 10万 其他业务收入 5000 然后你代方 代本年利润 10万5000 没有结账 再看费用类型账户的结转 那你本期发生的费用损失 也要转到本年利润 那叫费用损失的结账 第二 A公司有关费用账户余额注下 主营业务成本 6万 其他业务成本2000 销售费用5000 管理费用1万 财务费用1000 都结了 转到本年利润 那我们就代计 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按照前面的金额都冲了 冲完了这些账户呢 当然就没有余额了 要结账 转到本年利润 借本年利润 那第四 说本年利润账户的结账 把本年利润 最后转到利润 分别为分别利润 第三 A公司将本年利润账户 贷房余额27,000 截转 你原来有贷房的27,000 结账 把本年利润结了 那就借本年利润 贷利润分配 为分配利润27,000 这么个过程 第六个大的问题是财产清查 是什么意思 你要对各项财产物资 进行盘点 核对 那你看一下账上所记录的 跟食物的数量是否一致 叫财产清查 那可能不一致 就会涉及到有盘盈盔亏的问题 我们主要的像固定资产清查 你这固定资产要盘点啊 也可能会有盘盈盘亏的问题 你流动资产也是要进行清查 财产物资 什么材料啊 再产品产生品啊 那货币资金这边 也有一个清查的问题 应收账款也要进行清查 就是财产清查的一些问题 负债也会有 那短期借款 应付的款项也要清查 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好 这一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看第七章 账务处理程序 在这一章要介绍的 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账务处理程序概述 第二呢 是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第三是会计信息系统 也是熟悉的内容 我们看第一个大的问题 账务处理程序概述 那先说说概念 就是账务处理程序 是指填制会计评证 传递会计评证 登记账簿 编制会计报表的程序 这个顺序 经济业务发生 我们取得了原始评证 根据原始评证 我们要编记账评证 那然后根据记账评证 要登记账簿 账簿呢 只是说反映某一项会计科目 增减变动或者余额的 我们最终要体现到报表上 那比如说我正总括的反映 像资产付来表 每一个科目期末余额多少 利润表随一类型 每一个本期发生额多少 这么个程序 那我们谈到账务处理程序 如果手工核算的核心是说 如何去登记总分类账 登记总分类账不同 账务处理程序有不同的形式 但现在基本上都是倾向于电算化了 所以手工如何登记总账 就显得并不太重要 就是我们大致知道一下这样的情形 登记总账不同 有过这样一些账务处理程序 那第一个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他说根据记账凭证 直接登记总分类账 那第二个叫科目汇总表账务处理程序 我们某一个科目 要对他进行汇总 比如把一段期间的汇总之后去登记总账 那你用计算机来进行处理的话 没有意义了 我汇总他干什么呀 计算机现在其实都可以做到 连记账凭证我有的都不需要 我都是从原始评证那边取 当然有一些呢 复制记账还是有必要的 我可能就直接从那边抓数字 我都可以直接述出记账凭证 我自己可以取得 最终要什么有什么 那汇总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等等下面就不说了 你就知道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些 那有的一些随着计算机发展 已经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了 所以我想呢 只是介绍一个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再简单的说说 计算机怎么做 完了 那第二个大的问题 记账凭证账务处理程序 就是说 直接根据记账凭证 登记总分类账簿 那评证账簿的设置 记账凭证我们有收款付款转账 那账簿呢 有日记账或者叫叙事账簿 有总分类账 有明信分类账 那总分类账 日记账 我们用三蓝诗 明信账呢 可能有三蓝诗 数量金额试 也可能多蓝诗 这个前面都谈到过 那看一下它的程序 说根据原始凭证 那可能会编制原始凭证回踪表 那也不见得都编 然后说根据原始凭证 或原始凭证回踪表 编制记账凭证 根据收款付款凭证 登记这记账 别管现金银行存款 它只与收款付款限管 根据原始凭证 汇总原始凭证 和记账凭证 登记各种明细账 然后我们主要说 登记总账 根据记账凭证 登记总分类账 期末的进行核对 然后根据总账 明细账 最终编制会计报表 我们大致看一下 这个程序图 经济无发生时 有原始凭证 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原始凭证的 汇总表 比如说相同的一些 可能把它进行汇总 我也可能不做 之后根据原始凭证 编制记账凭证 前面谈到记账凭证 有收款凭证 付款凭证 转账凭证 那下面是 根据收款凭证 付款凭证 登记 叙事账簿 叙事账簿 有现金日记账 银行存款日记账 我们要根据 原始凭证 记账凭证 登记明细账 有明细分类账 那下面说 记账凭证的记账程序 如何登总账 是根据收款付款 转账凭证 直接登一项一项登 那别的程序呢 会在这之间加个东西 比如科目归宗表 然后再去登 我说你要计算机处理 没有必要 然后 那期末呢 我们去时账簿 跟总账的数要核对 比如说银行存款 日记账的余额 跟你总账上 做记录的是否一致 这一定不是一个人的 比如一般企业里面 日记账可能出纳人员登 总账他绝对不能碰 要分离啊 内控有这个要求 那我们接下来 总账跟明细分类账 也会有一个核对的问题 总账的余额 与他所属的明细分类账的余额一致 但是像这些问题 要计算机进行处理时 程序没出现问题 当然一致了 计算机可不嫌累啊 说我们先汇总啊 再去做 他们也没有这个必要 最后根据总账明细账 我们编制财务报表 这么个程序 那接下来第三说 会计信息系统 应该是大致了解一下 会计电商化呗 那会计电商化当然是趋势 以后我们很多会计的事项 由计算机来完成 那特征 那即使要准确 以后说不定 比如说报销 现在都提出云报销 那现在有的就说 以后单位的领导出差了 哪那么麻烦买飞机票 飞机票有人买 住宿的酒店有人安排 所有的活动也有人安排 然后回来了一根手机 我这个行程结束 不管了 剩下都是 连网的计算机都有 都可以直接处理 这以后是一种趋势 那我们对于计算机 进行处理的程序 比如说原始评证还是有的 有外来的 有自制的 我们有的特别的情况 可能也要手工做掉 计算评证 那么有很多 可能都不用你手工做了 比如说你要有入户单 那这段机程序可以做 有这种入户单 然后根据 有关的从外来的一些凭证 它可以识别 直接就可以进行 副实际上的会计处理 那我们可能有的 还要自己做 比如说 比较现在比较杂的 一些报销的差利费 没有完全做到云报销 这个时候 那有一些东西 可能还要出租车票 这个票那个票的呀 它不会一样一样识别 弄在一起 你先手工记账评证 输入系统 那你输出的 要什么 它可以给你输出什么 就是在最开始 这一块的数据 输入了计算机系统了 它会有一个处理的方式 你说我要输出 记账评证 比如我有入户单 你给我输出记账评证 我看一看 那它会给你输出来 你有这个东西 它就输出来了 你要输出账簿 你只要说格式设置好了 它可以输出 你要查询什么数据 都可以查 你要说报表 它也给你输出 这是这么一个程序 这是一种趋势 所以大致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好 这一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